第147章 这世道不痛 儒家解经就跟世门说法一样 解经不是读经 说法不是说经 皆是非大事所不能为 世子殿下眼前这位穷酸书生 却敢对解经著称的理学洪如 摇摆说三道四 本就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 至于所谓嗜好文正的野心 就更惊世骇俗 连央州老供奉宇建康 都只是奢望身后能有个文中便是大幸 春秋群雄逐鹿 黎阳问鼎后 对陈属士号有了明确规范 文官以文正为魁 只是此事早已空旋百年 文真紧随其后 朝野上下都将其是座首辅张巨鹿的囊中物 接下来依次是终端抗议等 既然文正文真都不敢奢望 那文中变成了王朝内阁路诸侯 与顶尖文官最热烈的五旦伞 如今的天下 考究士族豪法高下 士号多少和轻重 无疑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标准 一般世子哪敢说死当是文正 连狂誓都不敢 一经揭穿 往小了说去 就是品行不端 往大了说 指不定就要有牢狱之灾 那个读书人一本 似经张巨脊柱落水 都心疼得不行 显然是寒门出身 心事被外人说破 这位书生神情慌乱 稍纵即逝 很快就云淡风轻 继续低头吃那半个冰枕西瓜 徐凤年说穿心事后 却没有得势不饶人 而是被士号一说勾起了心事 文臣重事 理所当然 武将功勋也不例外 与五字搭配的相对较少 但也有十八字之多 故而有大丈夫当时十八的说法 一字夺魁 前九别是一列宁静平乡静敏宿 传言大将军顾建堂 已经亲定士号武静 一列宁三世 仍是巨大悬念 武官不比文臣 士号归属往往偏低 一般而言 能有前九就是莫大荣耀 这与士族当政比士将中有关 当然 若武将能以文字式 更是荣上加荣 这只独宠于那些出身豪门的武官 例如唐熙剑仙卢白邪 能够入世 死后士号未必不能以文字带头 徐霄对此一直不太上心 总说三代以后 还能有个过得去的美式就足够 因为朝臣诸公 不管当时如何得宠 如何公冠朝野 死后美式追改恶事 不是特例 徐凤年的正正出神 被豹国寺内一阵轰然叫好给惊醒 想必是王霸之便已经开始 某位清流名士的言谈得到了好评 寺内有屈水流伤 清谈名家们 眼水绕廊 席地而坐 酒杯漂流到谁面前 由美币负责端起 交由便是 一饮而尽后便可抒发兄弟 若是引来共鸣 获得叫好便可再饮 若是言谈泛泛 则要自罚三杯 一旦有人起身反驳 输者便要退场 江南道推崇清谈 没有哪位清谈大家 不是在这种战场上的长盛将军 私下有人记录退场人数 胡亭卢氏的卢玄朗 退场62人 未曾被谁退场 稳居江南道清谈名士前三家 但与未尝一败的卢玄朗地位 并列的其余两个 都列席参与了今日鲍国寺王霸之变 可谓是一桩罕见盛事 其中一人 是共计退场一百余人的 袁江燕 被誉为江左第一 喜好执主委 潇洒出臣 另外一人则是鲍国寺的 高僧殷道林 士林尊称不动和尚 不言则以 一名必惊人 他当年与刘燕和卢玄朗的 成名两战 异象妙于践行 与财姓四本 之争都在鲍国寺 可以说鲍国寺能成为 江南道清谈圣地 除了风景优美 借势于位子摇晃在内的 数千株牡丹 更大归功于 这个口碑 极好风雅一流的老和尚 徐凤年啃完了西瓜 问道 你想不想参加这场辩论 听说 只要随便赢了几个 比考取功名还有用 只咬了几嘴西瓜的书生 笑着摇了摇头 自嘲说道 曾经有幸参加过一次 才说了几句就被赶出来 也不知道是赢了还是输了 应该是输了 与我辩论的那位原氏世子 估计会被记录退场一人吧 徐凤年余光 瞥见女贯许慧 突出了报国寺 静止走来 视而不见 只是看着眼前书生 微笑道 这不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吗 我猜辩论时 你就孤零零一人坐着吧 走进了的道姑出声道 殿下这次猜错了 徐凤年一脸恍然道 是徐姐姐带着进去的 道姑许慧扑笑着点了点头 解释道 张公子满腹经轮 由其经于王霸之变 独具匠心 曾托我给徐公阐述 军政厉害 简称成六世书 被大将军评点为不拘一格 数为不义 徐凤年略微惊讶地呕了一声 午饭时与大姐徐之虎 闲谈聊起了许慧扑的家事 姑母许是 以龙湘将军徐公为家族抵柱 这位清谈军政两不武的大将军 出身豪伐高门 主持江南道三州军务 颇有小藩王的架势 做了许多大刀阔斧的改革 整吃力质 毁于参半 徐霄对此人评价不低 既然能被公认眼高于鼎的 徐霄说成不错 自然是相当厉害的角色了 至于那份在央州 尼牛入海的六世书 说出来 可能连许慧扑都不信 徐霄书房就有一份 亲自眷话了许多 对于如何巩固边防 以及解决采用大溃 更是有过拍案叫绝的举动 这是徐凤年亲眼所见 其分量无庸置疑 来胡亭俊的途中 他曾专门让陆琼弄来一份 只是没料到 出自眼前穷书生的手笔 只是不知这位张公子 与许慧扑 怎么就有了关联 豪门女子与韩氏的瓜葛 只是才子佳人小说里的 美好桥段 尤其在门第之间 深重的江南道 更是不现实 这恐怕也是王东湘 头长血 在江南道市井中 格外抢手的根源 宴席上 徐志虎直接了当说了 许慧扑与卢白邪 以及卢与许三家的恩怨情仇 这名女贯与穷书生 有逆位显然不可能 那就更让徐凤年好奇了 难不成这书生 真是精帮治国的大才 出身市井寒门 却有高屋建林的格局眼光 可就是真的难得至极了 徐肖当年 左膀右臂 阳才赵广玲 和阴才 李一山都不算是韩氏 是正儿八经的士族出身 徐凤年刚想客套寒暄 发现唐熙剑仙 竟也出现 许慧扑立即沉了脸 视而不见 卢白邪轻轻轻苦笑 穷书生见到这位 卢氏林郎七语之一 也没有卑躬屈膝 似乎并不陌生 主动缩衣 只是直直背里自居 这等傲气 落在世子眼中 还不得气地怒法冲冠 唐熙剑仙是何等神仙人物 你这无名小卒 又是哪门子角色 竟敢不退不避 就不怕污了 卢七先生的眼睛 而卢白邪 似乎对书生 也十分亲眼相加 并不空洞地 由衷勉力了几句 这才转头看向许慧扑 犹豫了一下 还是说道 与你说几句 许慧扑冷笑道 卢七先生避嫌了这么多年 为何今天破例了 徐凤年和穷书生都自动转头 很有默契地打定主意 不去看不去听 这对当年惹起江南道轩然大 拨得男女僵持不下 最终还是女冠许慧扑败下阵来 与卢白邪沿着清静无人的 豹国寺墙跟走去 许慧扑临行前 不忘对世子殿下告辞 再对书生说道 不妨去寺内辩论 他已与报国寺说了 不会有人阻拦 于是全判又只剩下三人 姓张的书生轻轻皱眉 徐凤年笑道 我姓徐明典侠 经典的典 剑侠的侠 名字如何 穷书生笑道 点在侠中不得名 嗯 好名字 面照青纱的静安王妃 裴南伟忍不住白了一眼 徐凤年问道 既然得了允许 不进去听辩论 我呢 草包一个 既然徐姐姐说你才学不俗 想沾沾光 跟你做一起好了 书生反问道 与我同袭而坐 公子就不怕被世子名流笑话 徐凤年笑容古怪 没有回答 而是转头询问裴王妃 你说说看 我怕不怕 一路上没少吃苦头的静安王妃 不敢把问话当作耳边风 语调声音清冷道 不怕 徐凤年心满意足 笑望向穷书生 后者叹了口气 点点头 将吃完的西瓜放下 拿起地上曝晒的四经张巨脊柱 小心翼翼放入袖中 三人走出古松阴凉树荫 走向豹国寺 徐凤年居中 静安王妃在左 穷书生在右 先后又有区别 三人踩走 徐凤年便看到一个徘徊在墙根下的一个小女孩 小跑到泉水边 先前因为她在 这个面黄肌瘦小起儿模样的孩子 不敢上前乘凉 就躲在墙角 三人离开后 终于壮起胆子 她到了树下泉边 先将两扮西瓜抬起 搁在全盘石头上 但无意间与转头的徐凤年对视后 衣衫蓝绿的小女孩脸色刷一下雪白 赶忙将西瓜放回原地 见这位富贵气派的公子哥并未恼怒 这才怯生生蹲在树下 书生生怕这位与唐熙剑仙和许慧扑都熟悉的士族世子 心有不快 轻轻说道 这孩子是可怜人 乞讨为生 与一个瘫痪的爷爷相依为命 若不是他 老人早就熬不过上个冬天了 我教了他一些字 乞讨时能讨些巧 哎 肯定是他爷爷又犯病了 否则他不会来报锅寺捡铜钱 他每次捡的都不敢多 只是几枚铜板 能买半笼馒头罢了 却是他与爷爷好几天的饭食了 至于那西瓜 徐凤年面无表情道 西瓜皮切片以后可当菜场 穷书生愕然后点头道 是的 静安王妃肯定是第一次听说 西瓜皮可以做菜 下意识多看了一眼那小女孩 报国寺王霸之变 招来许多江南道士子 有资格参与盛况的早已入寺入作 还有身世与名声都不够格的许多寻常士子 则凑个热闹 只能在寺外逛荡晃悠 沃龙松下是一块风水宝地 原先被徐凤年霸占 世子殿下这等不须说话 就自有跋扈七雁的王库 一看就是不亦亲近的主 加上他是寺中走出 寺外世子们就只得远远站着 更多是对那名看不清容颜 却身段妖娆的侍女 指指点点 袖色可参啊 这世道 大户富贵人家出行 一般是看人看马 至于清流名士 则是看他们身边的家人美眷 以高门出身的女官道姑为第一等 向许惠扑之流 更是可遇不可求 接下来财色俱佳的名记 并列为第一等 自家府上的年轻美币又次之 数量越多越显身份 江南道上的悬坛大家 如柏陵园市的袁江燕 曾有出行带进百位童子 童女的浩荡壮举 好不容易等到徐凤年腾出位置 挤兑衣裳华贵的公子千金 立即上去乘凉 那卷起裤管 去拳池里弯腰捡钱的小乞丐 无疑成了爱眼的东西 一位三角眼公子哥 吃笑着身角 将西瓜踹入拳中 见其水花无数 吓得浑身湿透的小乞 瑟瑟发抖 再不敢捡铜板 想要躲闪 在水中走极了 一不小心就扑倒在泉中 惹来一阵轰然大笑 一个浓妆艳抹低士族女子 幸灾乐祸笑过以后 尖声刻薄骂道 小剑种 谁让你来这件许愿钱的 不怕被寺里和尚打死吗 全池被这些成凉的高粱子弟围住 小乞无处可躲 只能站在泉水中 红着眼睛低头说道 四里说 只要每次捡几颗铜钱 就不打紧 那女子嚷道 还敢顶嘴 她恼怒之下 反正没有外人在 懒得装名门淑女 捡起地上石子 就狠狠砸了过去 小乞丐本能躲了一下 女子没砸中 本来不得入寺就有些火气 如此一来更加恼火 捡起一颗鸡蛋大小的石子 阴沉笑道 还敢躲 再躲就打断你的腿 她使劲丢制过去 砸在小乞丐胸口 怦然作响 身边男女都拍手叫好 夸赞好准头 小女孩竹竿一般的瘦弱身躯 哪里吃得消这般折腾 摇晃了一下 脸色痛苦 但仍然不敢躲避 站在水中带着哭腔说道 我再也不敢捡了 再也不敢了 年轻女子冷笑着再捡起几颗石子 还分发给身边狐朋狗友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吗 准备一起玩类似竹剑投壶的游戏 江南道雅士速来有雅歌投壶的助兴习俗 许多名士都擅长屏风盲头 与备做反投 龙襄将军徐拱 甚至能在一壶中插满百余竹剑 最后呈现出一幅 存簇如剑临剑山的画面 这头壶算是君子六亿中设的演化 在江南道上十分风靡 只不过今天竹剑换成了石子 头壶便做了小乞丐 在公子千金看来 也有一曲同工之妙 拿到石子的都跃跃欲试 在那里瞄准 看样子 是不在乎那小乞丐的身板 是否撑得住几下丢制的 对江南道世子来说 砸死一个刑起的小剑种 算得了什么事 本以一只脚踏入 报国寺门槛的穷书生 告罪一声 反身跑去 怒道 住手 一吼之下 顽固千金们愣了愣 但也只是一愣 随后相视大笑 不再理睬 两个性急的公子哥 反而加重了力道 潮水中小乞丐丢去石子 一个砸中胸口 一个砸中手臂 小乞丐咬着嘴唇 不敢出声 只是蹲在极西的冰凉泉水中 蜷缩起来 在哪里 不是人心比谁冷 可痛苦到了极点的小乞丐 仍是挤出苍白笑脸 对挺身而出的穷书生说道 张哥哥 没事的 砸几下 不痛 不痛 能不痛吗 面对卢白鞋许会扑这般 央州最拔尖狮子人物 仍能不卑不亢的穷书生 跳入水中 再顾不得是否会失了袖中点击 护在小企儿身前 面容悲痛 望着这群靠着家族 一生衣食无忧 低士族男女 哀莫大于心思 连质问都不去质问 那始作俑者的骄横女子 一脸不屑 居高临下说道 你又是哪里来的寒门诸狗 这时候 士族子弟身后 传来一个醇厚嗓音 本世子从北梁而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